我们这边问一下郁金 你当然就是抢钱拼命想要赚钱 但是其实身体 身体也不是铁打的 有一阵子健康出问题 所以让自己必须放慢脚步 我几年前有开过复科的肿瘤 卵巢肿瘤开过刀 然后你知道人就是这样 当你好了之后 你就会忘记这个病痛 没有去保养 我其实前两年又开始又复发 那时候医生就说 你这个只能再开刀 可是我不想开你知道吗 因为购物台的压力太大了 我想说不然我就先离开好了 就先不在购物台工作 我想说放慢脚步 在我离开之前 我曾经有借50万给我一个姐妹 她做那个支架彩绘跟那个纹眉 还有睫毛的这个 然后她那时候跟我借钱 我想说大家都好闺蜜 然后我就借她50万 那时候我要离开购物台的时候 我想说差不多这笔钱 可以收回来了这样 我就跟她说 她说预警可以再缓一缓吗 前一阵子那个疫情的时候 其实很 大家都不出门 都没有生意 也不能做指甲 也不能弄眉毛什么的 所以她说生意不好 只要没有办法还我那50万 我想说好吧 不然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我刚刚讲 我对钱的那个不安全感很重 她想说 那不然卖点股票好了 那个时候股票跌得好惨 就是我买的全跌 没有一只掌 很倒霉 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跟那个 有个老师 我认识很久的一个老师 也是命迷老师 我就跟他讲土枯水 我说老师 我最近有够衰的 只差没踩到狗大便了这样 然后老师就说 踩狗大便还不用钱 可是你要洗鞋子啊 然后老师就问我说 郁静我问你 你家厨房的那个米 怎么放的 你家厨房的米怎么放的 我想说我在跟你吐苦水 你问我米怎么放 我说米就是那个塑胶的那个盒子 买过来倒进去 有的时候没倒 就是那米不是那个塑胶 一包一包真空包的袋子 我就只是把它剪开来 橡皮筋绑一绑啊 就这样 她说不怪你的老师 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塑膠 在五行里面属火 你知道吗 你火把那个米整个是烧掉 那个米啊 米甕啊 米缸啊 代表女人的财库啊 她就这样跟我讲 我在想 哈 这样子喔 原来厨房里面的米甕 是女人的财库 然后我又用塑料 把我的财库烧掉 所以我的钞票就变成灰了 你知道吗 都不见了 她说那怎么办 她说你那个米缸 一定要用陶瓷的 然后我说那我去哪买陶瓷的 结果她就寄来给我 这一个我今天把它带来 笃琳哥 我有了她之后 我跟你说 我先告诉你结果 我本来那五十万不是收不回来吗 对 结果你知道前两个月 我那姐妹跟我说 最近生意变好了 她把这五十万还给我 然后我每个月 她本来不是都有给我利息吗 对 我想说她五十万本金还我就好了 她还包了一个红包给我 六万 所以我本金收回来了 又多拿了一个六万的红包 然后之前前面一两年的那个利息 我们就不要讲了 所以我等于是赚钱 我没赔钱 然后股票我跟你讲 那个米翁一拆下去 本来不是腰斩吗 结果它又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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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 股市大涨 对 来 这个米翁一拆有带来 有些什么样的特别设计 这样你看它在前面这个地方 这两支是什么你知道吗 皮羞 皮羞大家都知道是咬材的 那皮羞有分公跟母 这一支是公的 这一支是母的 为什么要一对呢 公的要去咬材去赚钱 然后母的是守材 帮你把钱财守起来了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如意锁 再上一层宝血 你就不会变成月光族了 不会左手进右手出 钱存进你的这个户头里面 然后这旁边呢 这叫 伍鹿财神经腰带 这一个 伍鹿寿喜财 把你的钱财整个围起来之后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钱财不流口气 然后存得下来 然后这个米翁 我教大家怎么用 因为我觉得这个米翁 真的太神奇了 启动你的这个财运 招财米翁的五行 五蕴的秘法 是 第一个步骤 皇财神星咒贴 就是这一张 这一张皇财神星咒贴 是 然后这个呢 把它贴在那个米翁的底部 然后你把它贴在米翁之后 财气就会旺起来 然后进财 我跟你讲 要一直进财 然后要进大财 就要贴这个星咒 然后再来第二步骤 六字真言贴 也要贴在米盖上面 全家表平安 哦 这个 是 这个六字真言贴 这个贴在米盖上面 然后啊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再把这个平安 招财平安米 放在这个米翁里面 这个都有加持过的 是 放在米翁里面之后 把这个木 火 土 金 水 是 倒到米翁里面 五行 然后木用绿豆 火用红豆 土用黄豆 金用平安米 然后水行用紫米 放在那个米翁七天 不要动它哦 然后把盖子盖起来之后 放了七天之后 去补你的五行 把你的运势补满起来 是 把你的财运招进来 然后记得一件事情 不能摆错地方 要摆厨房 记得这个米翁要放在厨房里面 是 然后不要动它 然后你每天就看着它 一个礼拜之后 钱就开始 啪啪啪啪啪一直进来 真的很好用 那之后在煮米的时候说 咬米钱要用这个黄玉球 来滚动米 你把它摆在最顶端的地方 然后想到就把米盖打开来 转一下 转一下 然后记得一件事情 你心里要告诉自己 譬如说我买的哪一支股票 假设台积电好了 台积电我什么时候 我想要赚钱 我想要把这个股票卖掉 我大概想要赚多少 譬如你要有个设定点 你不能说我想赚钱 不能只有这样 你要说譬如说我想要赚10% 15%还是20% 然后就边转的时候 边这样自己默念 默念 你发现一件事情 很快你想的心愿 它就能够达成了 这边问一下陈冠宇老师 哪些良好的风水格局 会特别忘女人的财库 女人财库在我们一家之族 事实上就是女性朋友 并不是男人 男人一家之族是去打拼而已 真正要帮你守的是一个女性 所以女性的财库 会比男性的还更重要 所以我们要特别要注意说 会忘女人财库的良好风水 是什么样的 它的格局 第一个我们介绍是 就不要说吃穿了 意思都是非常豐富 所以厨房采光好 女性的财库就忘了 你看我们从这个图看 这个厨房你看 这个有这么大的采光面 整个厨房都采光 你想想我们在一个厨房里面 如果厨房里面空间都不采光 那不采光的时候 那种油烟就可以把你脑筋 已经混沌掉了 你哪会发财 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忘 你一定要厨房里面光线好 很舒畅 你很喜欢进厨房 如果说真的 我说常在家里煮来吃的话 你跟外面天天外面叫来吃的时候 差多少 如果你有这段时间 你看疫情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有很多人都 是因为疫情之下 我省了很多钱 为什么 都在家里煮了 如果外面叫 东西又贵 现在有时候通货膨胀的时候 你一克 随便只叫一克 都是两百多块 一家就四五口 你看多少钱 一餐 对 自己在家就便宜了 但是如果你这个 这个是屋内外用外带的回来 跟在家里自己煮 差很大 那厨房 在厨房里面这个地方 空间如果不好 光线不好 有很多房子里面都没有光线 你想每天在这边煮菜 那油烟浸浸浸 你就焚沸之后 你自然而然就 财就会损耗掉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 厨房里面有光线 绝对不要没有光线 那所以很多房子 有很多人他有点光线 他就刚好又给它封掉 油烟了怎么样 外面了怎么样子 不对 一定要能够打得窗大一点 让它更亮的 外面的光源倒进来之后 真的你信他的财库就会忘了 所以我们建议一定要光线 但最好是从后面或是侧边 厨房的侧边进来的光 或者后面进来的光 不是从客厅倒进来这种光 这种光就是不对的气场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把气势 怎么引导它才会顺畅 所以忘拟人的 财库的一个方法 第二个我们要选择 这说内环境 我们要选择在外环境 外环境是什么 宰屋的右前方 拥有印章形的全式能量物 我们从这个土 鸟看土 住在这里 你看住在这里的房子 它的右前方 这里就一栋有一个方块形的房子 所以这个叫印章形 一个方块的形状 那从这个地方鸟看就很清楚 所以住在这一栋 这一区块的房子 往这边向是不是它的右前方 那这是在那里 哪里呢 台北 这是豪宰区里面 是 守护都住在这里 所以守护住在这里 你看他们家老婆有没有钱 一定很多钱 这个房子里面 对面刚好一个大楼 是属于方形的 方形又在右前方 方形一定要在右前方 因为右边代表你姓 所以右边你姓这个有权势 有一个印章在那就是代表你有权势 那有权在了之后 代表你会忘拆 但是如果这个方块在左边的时候 那女姓不会忘财 所以我们要选择在你家 看出去的右前方 如果那个建筑物是属于方块形的 大张小张都没关系 小张也是用权力 我们其实银行领钱 就是小张也是可以领钱 大张也可以领钱 只有大张有时候公司张 可能他钱才大一点而已 所以我们说你的房子 面对出去的右前方 如果一个方块形的建筑物的时候 自然而来就可以帮助我们造族的 造族这个房住在这里的 女性朋友的财富 那女性朋友不是只有妈妈会造财 当初也会 你的女儿家里面只要女性的朋友 都能够富贵 说不定你不见得是你老公给你的钱 说不定你自己外面就会去赚到大钱 所以说建筑物它本身的右前方 有这一个方块 拥有这印章型的全市的建筑物 自然而来就可以带给我们重要的财富